我们刚才也是一起感受了一下 包爷爷家这种欢乐的家庭氛围啊 咱们有请专业的小全哥哥哥姐来点评一下 演奏的怎么样 演奏的非常热闹 大提琴和小提琴 还有曼陀琳 弹着 然后我们在记性的大家那么多人加了很多灵谷 有我们这个长江哥的这个伴舞 优美的舞姿 你不但在跳优美的舞姿 你一直还在研究那个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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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几几个 那个拉拉拉吧 我们就有这歌吧 其实我原来会唱 因为关木村老师唱的嘛 后来就唱了拉拉拉唱 后来年头多了也不唱了 唱自己的歌了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盒子 把这歌忘了 但是唯一让我记住就是拉拉拉 李阿姨唱一首 唱唱一个拉拉拉那个地方开始 你先来个拉拉拉 是多一小节吗 不是多一小节 李阿姨听错了 他不是拉拉拉 他是来来来 还打算 呢 89 兄弟 给一些儿的 上一圈没有 嘛 这么一圈 把我累坏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 包爷爷他是专业学乐器呢 后来我听完之后才知道 其实很多都是后学的 自学 对对对 所以让我想起一句话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就还有金珠阿姨 每天都充实自己 没有说因为退休了 或者作为家庭主妇了 现在带孙女儿了 就什么都不做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榜样 我得向汉连和金珠学习 也向包大哥和李大姐学习 回家我也整点小浪漫 虽然我不太会啊 我浑身上下 现在从袜子到鞋到裤子到衣服 都用小棉袄买的 所以说我有这个小棉袄 是他妈杨云带来的 我要感激他妈 最主要感激他妈 没有派杨 不是没有杨云 就没有派杨 所以说我真的 你回去把我这段很感人的话 跟你妈说啊说 你放心我一定给得重复播放 爸虽然你 不懂浪漫 不会像拱树一样 我妈做一个漂亮的裙子 衣服也不太下厨 也不做家务 然后呢 我想带他们去电影院的时候 她也不愿意一起参与 去看电影 虽然你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人 这么没有情趣的人 但是我们依然很爱你 真情告白 这样潘老师 今天摸眼泪了 我觉得潘老师是真的动容了 咱老说一句话 少来夫妻老来伴 找一个对的人慢慢变老 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今天咱们李奶奶做客 中国好家庭 这么难得的机会 当着我们全国观众朋友的面 想要跟老伴说点什么吗 我们都七十几岁了 当我们有一天 有一个人要走了怎么办 我们就想了 就做一个小肖像 拉琴的动作 放在我旁边 假如 然后我们就一样的唱 生命不止 歌声不息 老大 假如你不嫌弃我 我们下辈子 我们就这样 还是在一起 唱歌 拉琴 一直慢慢变老 我感觉今天这两位 七十岁的老人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 最本真的样子 没有轰轰烈烈的那些 海市山盟 只有溪水长流的默默相伴 你弹琴 我唱歌 只要你愿意 我就愿意陪伴你到永远 掌声送给他们 拉琴 来吧 宽